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連任 這個連任的事實對香港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不好的消息 因為香港今天的沉淪 正正是習近平過去十年的政策一手造成的 我們時間關係 我沒有法指詳細來講這個過程 但是我想列舉一些它的所作所為 怎樣導致香港今天發生這個災難 它在2008年就在香港宣稱 香港不能夠搞三權分立 要搞三權合作 那就動搖了香港三權分立這個基礎 它在2014年推出香港政策白皮書 白皮書就全面踐踏了《中英聯合聲明》 和《基本法》的精神 它在2014年搞過人大831決議 對香港承諾給香港的雙普選實行關門落閘 從而激發了佔領中環的群眾運動 2017年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 它派人將這個書店的老闆李波綁架回內地 目的只不過是因為要報復這個書店 準備出一本有關習近平的情人的書 接著2018年發生了蕭建華事件 他再次越境執法 將這個蕭建華這個眾人的白手套 是綁架回內地 引起香港商界很大的震動 2019年它要特區政府修改這個逃犯條例 以方便中共將它想要的人 從香港引渡到大陸 從而觸發大規模的抗議 這個抗議運動是遭到特區警察的強力鎮壓 2020年它頒布港區國安法 一年之內將香港接近60個公民團體 全部是毀滅 所以習近平連任 這些摧毀香港的措施 就不可能得到糾正 反而還會更進一步的被強化 所以這個是對香港來講 是一個不祥之兆 事實上這些強化一些錯誤的事情 已經有跡象可沉默 譬如在意識形態領域 它將會進行反直的教育 加強國情教育 對學生進行強制性的洗腦 現在這些洗腦已經從幼稚園開始了 在政治領域它要全面實現自權的回歸 它經常抱怨1997年的回歸 只是主權的回歸 治權還未回歸 現在它今後呢 將會實現這個治權的回歸 除了政府系統的高級官員 需要由北京任命之外 香港社會所有的半官方機構 大學 社團 公益性的團體的領導人 都必須由中共認可 在行政管理方面呢 大陸的權力雙軌制 將會複製到香港 什麼叫權力雙軌制呢 我們知道在大陸的地方 行政管理裡面呢 除了政府系統之外 還有黨的系統 而黨的系統是比政府系統高半級的 那現在這種情況呢 很快已經會複製到香港 我們看到中聯辦的角色呢 現在已經是接近內地黨的角色了 而中聯辦的主任 是這個香港國安委的顧問 那顯然間呢 這個行政雙軌制呢 已經逐步形成 在經濟領域呢 它將著手解決所謂的 極端資本主義問題 極端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呢 是中共發明的 它用來解釋 為什麼在香港 有這麼多年青人上街示威 它不去檢討它的政策 為什麼捉到年青人要上街示威 而是將年青人上街示威呢 是歸咎為極端資本主義 貧富極端懸殊 很多年青人買不到房子 所以才上街 這個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一些說法 但是呢 它提出要解決極端資本主義 提出要這個 這個利用政府的行政措施 去 為這個年青人提供這個 這個 這個住房 但是這件事情呢 就變成是打擊香港的資本主義了 自從它提出極端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之後呢 香港很多大財團呢 被迫呢 是自動捐獻土地出來給政府 這個做法就有 好像中共五十年代 逼這個資本家 向這個國家捐獻 差不多的做法 然後呢 在社會領域呢 它會強行推動各種社會福利事業 以爭奪這個群眾 在個人自由方面呢 言論 表達 信仰 行動 結社 等等這些自由呢 都會受到更大的限制了 譬如現在 這個 固然文字上的反抗 已經基本上是不再出現 甚至乎 漫畫 現在最近都開始受到中共的批判了 連刊登專子漫畫的明報呢 也都受到這個政府很大的壓力 所以呢 這個言論自由 是會進一步收窄 信仰自由 你看現在香港最受人崇拜的這個黃大仙 黃大仙這個廟呢 最近呢 開始要升國旗了 要行這個升旗禮 然後才可以給這個信眾去膜拜 這些這樣的事情呢 會逐步逐步是加強 在法律理決方面呢 我們知道原本呢 這個普通法呢 是為這個保障人權呢 是提供一套很有效的措施 譬如說 你 警察抓了人之後 48小時之內 如果不起訴的話呢 你就要放人或者保釋 但是我們看到 在國安法 推動下 黎智英這些 已經被人抓了 是困了二十幾個月 都未被起訴 都未去到法庭 那就是同樣的國安法 Sorry 同樣的普通法 在港英時代 是保障人權的一個很好的做法 但是在今時今日 原本實行的普通法 就會屈居於國安法之下 使得普通法本身 是用來鎮壓人權的一個工具 這個是非常之值得染色的 在文化方面 中共現在開始改寫香港的歷史 最近的例子就是不准香港 所有歷史的論述都不准說香港是殖民地 那你從這一點看到呢 就是它開始會慢慢的改寫 用它的語言 用它的論述 來改寫香港歷史 事實上 由這個親共團體 這個資助撐寫的香港 這個地方自 已經出現大量改寫香港歷史的 例子 我相信今後 也都會進一步 在文化方面 盡量去改寫香港歷史 在群眾組織方面 我相信今後 中共會加快 它在香港建立它的基層力量 它通過很多社團 發展它的黨組織 從而將香港基層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在外交方面 我們香港本來是一個 親西方的一個體制 無論政治上 經濟上 都嚴格來說 都是屬於親西方的 但是今後 將原本親西方的一種意識形態 會扭轉為一種 仇視西方的意識形態 那現在這種情況 已經出現了 你譬如說 這個最近 香港政府 允許俄羅斯富豪的遊艇 停靠在香港 公然是做出一些 和西方制裁俄羅斯的政策 相違背的做法 這個肯定會為香港 帶來一些不利的因素 美國政府已經發表聲明 如果中共繼續要香港 扮演一個角色 是可以使俄羅斯擺脫西方制裁的一個缺口的話 遲早 西方就會對香港進行制裁了 那這十個方面呢 是我遇見到習近平上台之後 香港會發生的一些不利的變化 那我覺得呢 現在我們 今後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希望我們香港 留在各地的香港人 能夠呢 是以香港 回歸25年來 那個沉淪 那個歷史經驗 是向全世界 宣示 就是本來一個自由的社會 是可以怎樣 在短短25年之間 被中共租撻 改造成為一個 極權的社會 這個慘痛的歷史經驗呢 是對每一個崇尚自由的西方社會 都是一個很嚴峻的警示 希望他們能夠從香港的經驗之中呢 是得到啟發 從而呢 是強化他們自己 對防禦中共的滲透的決心 和意志 為止 好 我 敢聽 跟 你 無 我 好好